趁手拿箱沒有禁忌 求來的紅線 小心翼翼放進皮包 北歐旅客來台第一天 目標鎖定 俠海成皇廟 要向月老求得好姻緣 看到祖堂 其實拍照 看起來很漂亮 我在那個Google上面看到 就是說這邊拜月老還滿有名的 然後最近有一些感情煩惱 所以就來這邊 號稱脫單最零 這裡平均每年促成6000對家偶 其中就屬日韓來的人最多 再加上週遭大道成商圈 近年來轉型成功帶動千萬商機 但柯文哲這段話被認為失言 小妙CP值高 日本客通通都是騙來的嗎 柯文哲口出狂言 主持人嚇得知貌和解釋 月老商機真的不容小覷 每個月平均四到五千人 以共品每份約兩百五十元計算 五成香客都購買一年商機 就高達七百五十萬元 再加上民眾自由樂捐的紅線 金紙香等年收入超過千萬 拜月老必備共品紅棗象徵 早日結緣 枸杞則是顧好自己 週遭百年餅舖 還自創月下老人姻緣餅 光是年輕客群以及業績 就增加兩成相當可觀 剛去福岡 然後跟接下來我們會去北海道 其實就是以 除了是月老文化之外 還帶來就是大稻埕這邊的 老台北的一些文化 去推廣 蝦海還把月老文化推廣到日本 和當地神社交流 吸引各國遊客來台 證明不是嘴上功夫 就能拼觀光 一大堆日本人都被騙來這個地方 接著正宗我們先 太報道